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华为终端云服务 使用云原生技术的大规模生产实践 华为的终端云服务实际上是 华为智能终端设备的大脑 它为各类的终端服务去提供云端的支持 这里面的服务包括了像 我们熟悉的智慧办公 智慧出行 运动健康等等 让用户可以享受到更安全便捷的 数字的生活体验 总体上来说 华为终端云上所运行的业务 是非常地丰富多样的 这里面有像微服务 中间键等类型的应用 也有像事件驱动函数类的应用 以及像AI大数据等等的离线分析 以及批量计算类的应用 而这些不同的应用 聚合在一个平台上去运行 呈现出了非常多样化的流量 和压力的变化的特点 其中像电商的促销 包括像早晚高峰的一些 出行类的业务 它的流量往往是可预测 可提前感知的 那么对于一些合作伙伴的 一些运营推广活动 以及包括一些突发事件等等 它的流量就变得不可预测 那么在这样的两种的特点之上呢 对于整个平台来说 其实业务的可用性可靠性是最受关注的 对于一些关键的核心业务 为了保证它的可用性 所做出的资源冗余 在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100% 而结合到成本的视角来看呢 其实这显然有很大的一个改进空间 因此如何去基于云原生的技术 提供一个强大的弹性的算力平台 就变得非常地重要 它可以屏蔽业务 对于底层的云资源的感知 让业务团队更好地去聚焦本身的业务的开发 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里我挑选了三个优化点 与大家进行分享 首先是隔离边界的选择 在中端云服务发展的前几年呢 为了快速地去迭代上线 许多的业务都采用了烟囱式的架构 时间一长呢 这样的管理就变得十分地复杂 而且其中的运文成本也在持续地升高 那对于各个业务的资源池 由于它的割裂弹性的能力也比较弱 往往也需要去额外规划预留的资源 来去补偿可用性的考虑 那么这样的话 针对中端云的组织架构 和它的业务的划分的特点 我们进行了一些印射上的一些刷新 首先呢是根据各个部门的 它的业务的特点 将部门映射到VPC 用VPC的相对强的网络的隔离 来去区分不同的业务之间的网络 第二个呢是在各个部门之中 将它们的一些业务 特别是一些关键的业务 去独占一个COVID-19集群 而对于一些其他的相关性非常强的一些业务 可以去共享一个集群 那在这样的一些业务的系统中 还有一些微服务的部件 那么其实我们给用户采用的是基于VPC的容器网络的方案 基于VPC对于所有的微服务的部件 它可以直接地使用到VPC的IP 那么也可以直接使用到非常经典的security group 来控制各个微服务之间的互通 以及包括这些微服务和其他的云资源云服务的互通 这样它的管理就变得非常容易 通过这样的多层次的安全区域的划分 我们提供了相对来说更细立度的访问的控制 那么可以让用户在尽可能地去共享业务之间的资源的同时 避免网络上的一些安全的隐患 第二个时间我想与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去应对突发的流量 构建极致的弹性的能力 正如前面提到 其实终端的业务具有非常多的一些流量的变化和压力变化的一个特点 对于这样的一个弹性的能力构建来说 主要的体现在三类的场景 一个是流量突发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端到端地去支持紧急扩容的能力 对于故障的场景 我们需要能够支持大量的业务从一个AZ到另一个AZ的迁移 以及对于一些非常有特点的一些业务 需要去提供计划性的迁移扩缩容的一个支持 针对这些需求其实我们知道它的主要的挑战或者说最关键的瓶颈点在于节点的创建 它的速度和吞吐 我们知道其实节点大量的使用形态是虚拟级 虚拟级的创建是一个分钟级的速度 而容器的创建是秒级的速度 因此在遇到集群的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业务的扩容就会降级 也会最终导致业务被限流 另一个可以做的优化点是集群之间的扩缩容行为的问题 其实对于整个的全局的视角来说 当多个集群分别去存在扩容和缩容的情况 如果是传统的先扩后缩或者是让它们同步进行 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是整个资源池的分值消耗的挑战 或者是耗时长的这些挑战 那么经过以上的一些对于业务系统的分析和一些方案的比较 我们最终选择了共享的预热节点资源池的方案 对于每一个业务的集群来说 它在业务压力高的时候 它需要能够快速地从资源池中去取到节点 来支持业务的能够维持在秒级的扩容的速度 那么对于整体的流量较低的时候 我们可以快速地将空闲的节点进行逻辑性地释放 让它回入到资源池来维持整个资源池的一个大小 当然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流程 那在终端云的场景里 为了极致地节点地快速地从池中取出和放回的实现 我们将节点的释放实现为了关机的操作 它的资源的让出实际上是由底层的S层来控制 更多的是将CPU内存等等的资源进行释放 而对于整个的磁盘的状态进行一个保留 另外对称地从资源池中取出节点加回到集群 其实我们实现为了开机的操作 这样的话在整体上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更短的节点的扩缩容的时间 实际上它的集群的状态是在一部分的节点从开机和关机状态之间进行转变 同样地对于整个预热节点资源池的管理的大小的控制 在终端域的场景中我们实现为了对于全局的关机状态下的节点数量的管理 第三个实践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资源的调度 如何在避免业务互相干扰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去提升资源的分配率和利用率 实际上应该说分配率是更多的从调度的视角就可以解决 而利用率涉及到业务的运行中间的一些状态的实时的管理 其实如果只看调度本身 其实我们知道提高整个业务的部署密度是十分容易的 比如像在Kubernetes已有的功能中通过调整 Resource Request和Resource Limit两个值的大小 以及它们的相互的关系就可以很容易地去提高资源的密度 这看起来十分地美好 因为在密度提高之后你的分配率的问题 你的利用率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都被压满了 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些被调整的业务 它的稳定性变得非常地差 因为这里面技术上最关键的挑战是 高压下的业务之间的资源使用上的一些隔离 或者说其实我们真正要解决的还是业务的可用性的保证 当然我们可以去为不同的业务引入优先级的定义 至少在最差的情况下去保证高优先级的业务稳定可靠 以及在这样的一些机制下 我们还需要去兼顾地去考虑现在的多种类型的算力之间的平衡 以避免像CPU被分配完或者内存被分配完 而有一些昂贵的算力比如GPU有空闲或者反过来的情况 针对这些考虑我们实际上的做法是采用了Volcano 作为全局的统一的调度器 Volcano的话它能够兼容到COVID-19原生的所有的调度的功能特性 同时支持使用Beampacking就是装箱的算法作为主要的策略 这样的话可以在此基础上去叠加对于各个类型的资源的平衡的调度 最大限度地去减少调度过程中的碎片问题来提高资源分配率 那对于一些资源利用率较高的一些集群呢 其实我们还会帮助它去开启基于真实负载调度的这个策略 我们知道其实Kubernetes它的默认的调度是基于Request 也就是你声明的资源使用量 这样的话开启了真实负载的调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统计分析那些被申请而没有实际被使用的资源 将它们分配给优先级低一些的业务的部分去运行 这样的话当优先级高的一些应用面临压力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去借助操作系统层面增强的QoS的保障的机制 让这些业务的实力快速地去获得它想要的资源 实际上资源的互相之间的抢占更多的是发生在节点上 对于调度器来说它主要是在全局做好调度的分配 而对于一些有明显的压力波动特征的一些业务呢 其实我们会对它做资源的基于一个时间尺度的画像 来统计出它的不同的一些时间段的资源的消耗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到 在科普奈利斯现有只对调度时刻最优的 这种策略之外的一个补充 在一个时间的尺度上去考虑 对于一些业务的压力在它的波动到来之前 我们可以预先地去做出调整 那在前面的一些优化的基础上 我们其实还借助Vocano引入了重调度的功能 主要呢还是面向于资源碎片的最小化 以及对于整个的资源的水位 包括业务中的压力水位的一个理想值的一个控制 作为整体的重调度的目标 那在重调度的过程中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会去持续地监测用户定义的 Pod Disruption Budget 以及包括Pod的反清核 高可用的这些配置 来保证在碎片整理 在重调度的过程中 业务不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么对于底层的这些资源的隔离 其实刚才有简单地提到 特别是在KOS的机制的保证方面 我们是与操作系统的团队一起合作 完成了一系列的优化 包括CPU 内存 网络的Io 以及像L3 Cache等等的一些资源 它的一些隔离以及抢占的机制 那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华为终端云的整个的资源利用率 已经从先前的30%提升到了40% 而资源的分配率也达到了87% 对于弹性的扩缩容的能力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改进是 能够在即便集群的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或者其他的一些场景 基本上全天候地保持在每分钟超过2000个POD 这样的一个扩容的速度 当然实际上对于一个平台来说 它的能力构建 特别是最终业务的一个运行的状态 以及资源的利用率和成本和可用性之间的平衡 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那终端云的话 当前的业务的混合部署 更多的还是在一些相似类型的 或者说具有较多的共性的业务之间 有一个不同的优先级的定义和资源的共享 那后面呢我们其实还会借助Vocano 提供的整套的混布的能力 去实现更多类型的业务的共资源池和混布 包括将在线的业务和AI大数据等等的离线业务去共资源池 那最后呢我还想特别强调 其实前面提到的相关的功能 特别是资源调度混布 包括优先级抢占等等的特性 已经在Vocano的项目中提供了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去获取社区最新的版本 来进行试验 试用和体验 好的 以上就是我议题分享的内容 谢谢